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我一表白就去找他求婚了 我们可能因为是兄弟 估计更多的都是我们相互的感受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他的感觉 到底爱我们俩谁 而只是把他当作了一种存在的价值 这对他不公平 这是谬论 肯定是婷语的感受 你这个人几十年都是这样 谁一打击你 你就要退缩 认为别人说的都比你有理 除了在手术台上像个男人 你要是觉得当价值有什么不好 你们最好把我也当价值 可恰恰相反 你们认为我说的话都是一文不值 特别是现在的你 我真不懂感情吗 好好感受感受 你们两个在我心里应该是个什么 是不是刻骨铭心 行了 在你们眼里 我永远是个粗人 不懂感情的傻瓜笨蛋 我今生第一次后悔 后悔认识你 后悔跟婷语结婚 后悔为什么老要想你们 我是预感到你们将来不会幸福 特别是你 我是多余等你 我问什么问 我什么都问不出来 离 不就是两点半在办事出门口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去 我去了上楼就离 那儿我都认识 我看你们两个年年糊糊地在一起 挺好 我凭什么管你们幸福不幸福 凭什么让你把我心搅得七上八下的 问句实话你都不说 你就玩深沉吧 我也踏踏实实地跟新路到加拿大去 还是新路好 比你们都单纯 来 伯枝 你出去一下换衣服出院 伯枝怎么了 干吗呀 他有病 再说 正常人生气都会伤身体的 他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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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说 让婷语选择 婷语怎么能选择呢 我爱他爱了那么多年 他都感受不到 他的感觉 能准确吗 还有 三十几年前 他明明是因为爱我才要嫁给我 现在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 还要让我等到最后一分钟啊 我真是不明白这个婷语 都这个年纪了还这么矫情 而且是越来越矫情 还动不动就要发火烦躁 不可理喻 连对骑马交流的机会都不给我 还有那个林谦 我就让他说一句话 他说了那么多 他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那么说他都不明白我是话里有话 现在连大手术都不让他做了 他也不想想 你先出去 我换衣服 哥哥要是真不知道就好了 他是医生 他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 也许他比我们知道的都早 他一定是不想说 怕我们大家都同情他 特别是婷语 把爱转变成关怀 关怀也是爱在先 假如他们 能一直相互关怀下去 就算林谦救不活 死了 也会无怨无悔 可哥哥不是你 你三十几年前受伤生死未卜 不管将来身体会留下什么后患 就去勇敢地追求婷语 哥哥后来跟我说 他真的很佩服你对爱情的勇气 你的执着让他感动 假如是他 他做不到 他会想很多 他一定会怕给婷语带来痛苦 这样对他就很残酷 他现在一定也是这样的想法 肯定不是 如果两个人的心针在一起 怎么就能痛苦 人吃五穀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得病就没有享受爱情的权利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 但我知道我不能白活 我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婷语的心还在我这里 他硬撑着跟我分开 林谦在一起了 那才是真痛苦 如果不是这样 哪怕林谦很快走了 他们俩一生都不会有遗憾 那婷语呢 哥哥走了婷语怎么办 哥哥会放心地走吗 你们看哪都不是本质 人的死活有那么重要吗 好了 我不想跟着他们矫情了 外边吃点东西 两点钟还要跟婷语去办手续 陆南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没出息的 为了当这个主教练 连尊严都没有了 像个托儿所阿姨 不是 你是想用最短的时间 压缩和他们的距离 因为他们认为 你从前太严厉了 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跟四平商量好的 要一白一红两张脸 我看见你这样 反而废涕四平感到愧疚 陆南 跟你说心里话吧 我这样做 不仅仅是为了这次比赛 我知道 你是想做上主教练的问题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谁也不会永远想当副手 你已经给四平做了 那么多年的副手了 所以你才去提委把朋友拦下来 所以你今天跟刑队说的 不完全是真话 重要的是把我推到主教练的位置 拿到成绩 才有资格做主教练 放心 会拿到的 东南 谢谢你这么理解我 谢谢四平吧 我是为他这样做的 电话里早谢过了 我还把你今天跟刑队的表演 全学了一遍 跟刑队和好吧 他不会干扰你做主教练的 他我了解 别看他对我这么凶 越凶就证明 他帮我当朋友 不然 我也不敢去提委 找朋友 我都秒 我都得很紧 对我们 我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我问你 你不偶然 不得我 真的没有人 很可爱 我会想要我 在哪里 我问你 我 不是用 陈菊你来了 陈菊你来了 陈菊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你看 陈菊 听说你又受伤了 好了吗 好了 这局里啊 李干事过来说 医院对您的生命力都吃惊 你们不知道吧 当年的陈菊啊 叱咤风云 那人啊 长得也帅气 威严 真是有来人魅力 嫉妒是英雄 抓歹徒啊 还是英雄 在我们陈菊手上办过的大案 就破了多少起 这公安部下来表彰 省了一表彰 可陈菊都是把荣誉 让给跟他办案的那些老同志 对了 陈菊 您不是退休了吗 怎么还有什么遗留问题 需要您亲自出马 对啊 听局里说 您提前退休的目的 就是想在家里陪苏教授啊 怎么 伤势刚痊愈 就闲不住了 您说吧 是不是又是哪家 发人的媳妇想改嫁了 娘家是不是我们这个去的 妈 我今天来说一私事 来办个手续 退了休了 该整顿一下自己的家庭了 听雨 过来坐吧 把我们的协议书和证明 都交给他们 你昨儿听准了呀 两点 听准了 那怎么了 上午还听准了呢 林叔叔电话里就是说了 颐和叔叔直接从医院回家 吃饭 肯定是不离了 你也别这么拾心眼的 再受了刺激 这也说不准呢 兴许人家吃了饭再去离呢 这东西能说变就变 这都啥岁数 那他们也离不了 他们没有结婚证 我不懂了 离婚证得拿结婚证换才行 你把它藏起来了 昨儿夜里 阿姨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包里 半夜 半夜我就给拿出来了 自己去那边把钢印盖了 老江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都半年了 有时候人多啊 这样方便 节省时间嘛 这种事情你们要图方便 你们是代表我们的政府 要对每个公民负责任 你们的时间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要给他们调解矛盾 化解矛盾 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可是这个办事员 从上一队到刚才那队年轻人 我没听到一句调解的语言哪 老同志 像您和我们这样呢 基本上不用调解 没有考虑清楚 也不会进这个门 其实这样挺方便的 只要财产分配上协调好了 也就是个手续 结婚这儿带了吗 带了 给你 我 我就藏这儿了 就藏这儿了 我就藏这儿了 就藏这儿了 看见让姨又给偷走了 姨又给偷走了 偷走了 我哪儿在看看呢 我在看看呢 叔叔肯定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叔叔肯定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我马路离着星河岛二十米 看见绿灯我就不抢了 我跑 我跑怎么办 从下一个绿灯 以后就指望我了 我 宝儿啊 你这脑子可不能乱磕碰啊 听姐的话 宝儿 宝儿 听姐的话啊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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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说了 我们是代表政府 要对公民负责 首先我们就要保护妇女权益 您呢 我们只能先放在一边了 要先站在您夫人的角度 来分析问题 你们的婚姻 为什么会濒临破裂 破裂的主要因素 又得先从您这里找起 别看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局长 在家庭处理上 不一定没问题 我先声明啊 我这么说 肯定不是因为您刚才批评我们的原因 但对您 比对其他人严格 那是肯定的 因为平常是您指教我们 现在看您的问题也不少 这第一 你看 您这离婚协议的头一条 就不合理 为什么家里的存款都属于您呢 听林谦说 顺昆要在加拿大开一个银巴 正需要钱 我要钱没用 无儿无女的 没牵挂 您拿去用吧 这是第二 还有这住房分配 医学院宿舍的单元房 也归您使用 而且是终身的使用权 这就等于苏教授 净身出户了 这太不公平了 听说过男方净身出户 还没听说过女方呢 这真是头一力啊 还有这家里的德宝 德宝是谁啊 德宝是我们抱养的一个孩子 他跟陈菊感情很深 德宝 他是我生命中得来的宝贝 我希望他能健康长大 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德宝在他身边 我会更放心一些 这孩子脑子有过毛病 不能受刺激 陈菊知道哄他开心 这房子其实是为德宝准备的 因为他将来早晚要取其圣子 这个协议不算数 把我们签好的那个拿出来 就这一个 字已经替你签好了 今天必须有结果 说好了 我们不再讨论任何问题了 等你快俩中头了 还学会抓门子了 进屋 进屋是 进什么屋 我还得赶回去呢 给 你要的钱 先给他们这些 看你这声大大 你也有这在村里呢 你进屋 快进去 你这么拉拉扯扯的 就不怕人家看见了 那怕啥呀 你是我男人 快脱了鞋 我给你做 免吃着再走 看看这件 我收拾得够利索吧 现在装力也拿我当解了 还说哪天 情家又跟我说心里话 还愣着干啥 拖着鞋进屋吧 我问你呢 咱还学会窗门子了 那家住的谁啊 看你这嗓门 叫人家听见 可理不得了 不用够邪了 我待会儿你得擦 你说那屋能住谁呀 我心上说的得宝 为咱这房子可上心了 这几天家里住点事 我过去安慰安慰 石头 你又不能歪着想你媳妇 这城里人就是这毛病闹的 整天屁打个事就呼吸乱扒的想 想得家里都不团结 好得小波两口子还算不一定 就是好闹个小别扭 没大事 那也不能跟这瞎掺和 还要跟人家说心里话 有啥心里话也不能说 你来啊 就是把你爹妈欠小波的债 给还了 让你妈临走能闭上眼 我看哪 想买这房子 每个百八十万下不来 这才十几万 能拿些钱呢 我干了快二十年建筑工了 我还不知道 这是老房子 值钱 不能 这是他们医学院的宿舍 人家说公家房子转卖 用不了多少钱 那就更买不成了 亏你还在城里待着 人家有政策 跟小波商量着 往别处去买吧 好点的 厂商的 年底啊 我这还能下里一笔钱 先付个首付 石头 我真是对不住你们爷儿俩 媳妇不像媳妇 妈不像个妈 爸 看你这一年老的 咱儿子大赢 肯定也没少怨恨我 我出来那天 他就不让 现在明白了 儿子让我给你捎个话 那你踏踏实实地 把这良心债还了再回去 是啊 为了咱爸那点治病钱 是我亲手把小波 叫到人家手上 让小波 遭了那么多的罪 行了 别说了 你爹妈就是自私 我为啥让你来呀 我这怕你 把你们家那点自私劲头 带咱们家来 再传给儿子 你快给我做碗面吧 宫地上还挡着我呢 来来来 江万事 您就办手续吧 别急 别急 我说两句再办吧 陈军啊 说句不客气的话吧 您在意不在意我都要说 您怎么把婚姻维护成这个 从这张协议书上就能看出来 您就是一个 在生活上极不细腻的男人 尽管您在工作上是一丝不苟 但是 对苏教授一定是体贴的不够 您看 你们两个马上就要分开 人家苏教授还是在替您考虑 像这样的女人 您舍得离开吗 江办事 不是她要离开我 是我要离开她 您就办手续吧 苏教授 就算是您要离开 那也是陈局占主要责任 问题肯定是出在您丈夫这里 他肯定在您面前 经常是自以为是 把工作的自信带到家里 甚至连句体贴的话都不说 陈局啊 其实我们跟苏教授早就认识 老江 苏教授 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完 陈局啊 知道您老家大北山的墓地吗 我想您可能已经知道了那里的变化 但您不会知道是谁改变了它 这是苏教授通过我们找到县尾修建的 他不但让您的父母平静了 让全村人都安定了下来 但所有的资金 除了苏教授那些年教书的积蓄以外 剩下的都是苏教授利用课余和休息日 到各个学校 学院 讲课证来的 您没发现过他前些年从来不休息吧 您肯定不会发现 那段时间他销售了很多 您也不会注意到 不过我们倒是看得很清楚 他说她是你们陈家的儿媳妇 就应该替您分担 陈局啊 知足吧 老江 话你也说了 你赶快履行你的义务吧 陈局啊 您如果觉得合适的话 那我就履行了 说了这么多您都没被打动 很遗憾 但是 在我把离婚证书开出来之前 我希望听到您 向苏教授道歉的话 这样才公平 您觉得呢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不需要他向我道歉 这 那不行啊 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们需要啊 就算他没有退休 还是局长 我们也可以要求他向您道歉 为夫妻的某一方伸张正义 这也是我们调解员的义务 好 我接受你们的证明 我道歉 正式一点 起码得站起来 面对苏教授 态度必须诚恳 对 是应该正式的 必须正式 是 陈局 我 我 你把花收回去 赶快办手续吧 你把他们的币都放在下 你也要得走 你也要不肯定 再来 你也把我交给你 你也要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也要不肯定 封肯定 走 站在这里 心里是安定多了 不信慌了 博之到现在还没有到 应该是没有离婚 哥 你是不是觉得很遗憾啊 再也没有跟婷语在一起的机会了 那你呢 是真希望你哥得到这个机会 我想不然 你其实比我还要矛盾 还要心不安 最近我看到你和博之的感情 有了变化 是不是已经向他表示过了 将来要跟他在一起 哥哥总归是哥哥 难怪你刚才一个劲地说自己心慌 其实你是怕我心慌 我是心急了 总回头看博之 对 我是向他表示过 不过 我希望的是 博之今后能够幸福 只要他生活得快乐了 至于 他跟谁在一起都不重要 我们一样 不一样 哥 你的内心比我复杂 你既了解博之 更明白婷语 特别是最近两年 你心疼婷语必自己多 你担心他们在一起了也不快乐 所以不一样 当初 是我放弃博之 离他而去 所以我现在 只有祝福他的权利 哥哥你不是 你为什么孤身一人走到现在 你不是不渴望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也不是不想 释放你这么多年的情怀 就是因为 你一直爱着婷语 是婷语离开的你 你现在有权利再去追求 你为什么不学习博之的当初呢 就勇敢地博一次 这就是区别 当初我没有极力去争取婷语 没有把对婷语的感受告诉博之 就是放弃了婷语 我没有博之的勇敢 没有人 你为什么不想承语 我没有人 你为什么不怎么承语 现在她的女孩 我要回家 这时候还没有回家 我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 我识到这里 一定在是习丑 陈菊 别在这里丢人 起来说 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才叫丢人 陈菊你放心 我是假事出来了 我这次等您跟上次等您是不一样的 上回是坏人 用刀威胁您 还派人去医学院盯着您爱人 这回我是一个快改造好的人了 组织上已经认可我这句话了 陈局 我向您认罪 政府认为我自从那次回去以后 就脱胎换骨了 所以 就准了我两天假 今天一早我就去医院打听了 说您今天出院 您喜欢坐这车 我就一直等 就两天假还不赶快回去 给 陈局 我不是 我是 我 这一站下去 就去你们家的长途车 一小时一趟 陈局 我从投奔车等到现在 我不下去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您 在监狱里 我就使劲地表现 车间不管谁有病我都替 不想睡觉 一躺下就做噩梦 梦见那天我们把您打死 梦见您爱人苏教授也卧床不起 我也想过越狱来看您一眼 可我不敢 怕您对我绝望 病就更加重了 因为 我听狱里传话说 前些天 动员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下的人 去化院学 说是给您做配型 说您得了大笔 我们屋里八个人 七个都哭了 说虽然您挺狠的 但您是个好人 特别是李兴川王宏伟 他俩在全国各地流川了十二年 最后一到这儿就让您抓了 可他们现在改造明白了 也知道是您常给他老婆孩子几钱 又跟兴川儿子安排了工作 您就是好人 陈局 您怎么了 您真的得了白血病啊 我问大夫了 血液病理就他要换血 苏教授 是吧 您怎么能得这病呢 应该让我得呀 您这么好的人 您这么好的人 上哪儿去找啊 您走了 玉林那些兄弟怎么办 我们都说等出来孝敬您呢 您一辈子都为我们这些不争气的王王高宗付出 我不是人哪我 我是个混蛋 我没人性啊 我 陈局 我有罪 我罪恨万死啊 在这儿跪下 我马上通知关局抓你回去 到站了下车 谢谢您 我老婆她没有改叫 她说是您不让了 为这事儿您跑了我们家十几趟 陈局 您放心 我再也不辜负她了 我保证 我拼命去改造 您是好人不能死 我已经通知了我那帮弟兄们 让他们告诉那些大大小小的亲戚朋友 城里的 农村的 多远的都不能落下一个天罗地网的找 陈局 您坚持住 肯定有人给您换血 连我儿子也算上 好人不能死 你儿子还不够年纪 你先回去 陈局 走吧 陈局 走吧 走 保重啊 保重 好啊 你等我信啊 好 车 我没事 得病的不是我 这么久了博之还没到 博之跟我说得清清楚楚 办完了手续就过来 他让我一定等他 几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见他的人眼 电话也不打一个 是不方便 还是忘了咱们在这儿等他呀 我想不是现在心里一定很乱 应该是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说这件事 也许是他们到了办事处 真的到了最后一分钟 是婷宇改变了主意 哥哥 你累了吧 我看你也该休息了 要不我们走吧 我还要从那边 把博之的睡衣枕头送过去 他晚上要用的 我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给他送过去 不要让他觉得 他们今天没有离婚 我心里好像有遗憾 特别是婷宇 不然这样 我们取了东西一起过去 也不要让博之心里觉得不舒服 他现在对你一定会有愧疚感 又一次让你失望了 本来他是要祝福你跟婷宇的 可最后 他还是没舍得婷宇 我想 应该是婷宇吧 我为什么没有把病情告诉大家 不是我怕死 就是想等到今天 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 我在婷宇心里究竟是什么 我早感觉到了 婷宇离不开博之 但是 假如婷宇在这之前 知道了我的情况 他今天一定会跟博之分开 很快跟我在一起 他善良 他会这样做 也许比因为爱 我们在一起做得还要好 尽管博之认为 关怀也是有爱在先 但我不是他 我一定要看清楚才能走下去 其实 博之那天的话 我心里明白 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 也明白 白血病人最终是什么结果 想让我跟他说实话 想让我幸福到死 走吧 我们去祝福他们 开开心心的 好 我们走吧 假如把我们对他们的感情 珍藏到永远 也许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因为它单纯 走吧 好 我从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是否还在 这么年代 活去不该 太永远的相爱 我从你离开 天涯之外 一无神黑白 沉默天代 活去不该 太永远的相爱 我从你离开 今生何代 奶 谁还在这上的高纪呢 我不是脑子有毛病 真不离了 真不离了 梳头都是告诉我的 是离说不离的 你离呀 可算长成个明媚人的 我得去告诉一仙姐他们 不用腾房了 不用腾房了 行吧 行吧 你怎么走啊 要别得瑟了 得瑟摔了 我从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看 你先进来 看他这得点得瑟 四平 那屋不离了 这回啊 喝啪啾 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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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提供队吗 你把那丁一安找过来 云谦得了这种病 你们全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 至少昨天晚上 你回来的时候是知道的 对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你们以为我是那种 承受不住压力的小孩子 我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 你现在对我就这么没有信任 连一点交流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究竟怎么了 你忘了当初你是什么情况 你连林谦都不信任 告诉大夫有什么问题 只让我知道结果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我连续接到了六份病为通知书 我畏惧过吗 你没有 那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是因为生病的不是我 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吗 我很快就要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 我尽管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可我会陪他走完这一生 你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们不能分开 你不要这样理解 我刚才 刚才你的行为 已经证明了我想知道他 和林谦想明白他 你牵挂我 我懂 就是因为我懂 我才会在离婚这件事上出尔反尔 我看不到三个人都不快乐 三十几年前 我们是因为相爱 才走到一起 到今天 我们还是因为彼此舍不得 才不能离开 我不是舍不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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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能看到他们那么对待你 不尊重你 他们没有 他们做得对 不然 我怎么能够看清楚 你心里的感受 怎么能感受到 你对我和爸妈的那份深情 他们今天的调解 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例 你回到了我身边 听你 我今天才真正看明白自己 其实 我更脆弱 更离不开你 其实你是我这么多年来 心里的唯一依靠 你 什么事 你妈打电话说 四冰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连门也没锁 那您去哪儿 肯定去车摊了 你妈去看了 没有 不然他也不能 再给我打电话 你妈还说 看了衣柜 思彬好像是换了一套 他最喜欢的衣服 可能把你那些金牌 也拿走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告诉我 往后不要老 给思彬打电话 你在体中队什么事 不用我学 你回家会说 怎么了 听口气 你妈还挺生气的 是不是我上午打电话呢 说不对了 我没有啊 不许偷脑 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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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边不会有事的 那你找我干吗 不就是让我去找吗 我不是让你去找 是想跟你分析分析 有什么好分析的 他现在是病人 大夫说了 他现在必须卧床 你到哪儿去找啊 那我也不能不找啊 他万一犯了病 出了什么事我还活吗 我妈那么要强 保证了半天 最后四平还是出了问题 怎么跟四平他爸交代 四平他爸又怎么承受得了啊 难来大夫 那他住院的 就是我坚持不让 你说我怎么这么多事 你别去了 他经常来往 那几个女朋友家单位 我都认识 我比你还清楚呢 赶快回去吧 你现在是争分夺秒 谁不是争分夺秒啊 要我说咱用不着去找他 他那么大人了 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体力 也许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 待会儿就回来了 你妈也是 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苏萍她自己不知道啊 这边马上就要比赛了 能没事添乱吗 你说我妈不知道了 我妈是故意添乱了 告诉你 我妈是最明白事理 最有洞察力的老人了 她要不觉得 四平最近怪怪的 她能这么急呀 她为什么不让你 让我跟四平打电话 是我要打的吗 是四平 让我每天 把这儿发生的情况 跟她说说 她嫌一个人在家闷 不然这么紧张 我哪有空 给她打这个电话 从前我跟你一样 一进训练场就关电话 现在我哪敢啊 万一她来电话我没接到 不知道又想什么呢 老爸 干吗呢 远远的就听见 你们俩在这儿吵 一点男子汉的风度都没有 肯定是为妈着急呢 我今儿出门 看妈门样式在桌上 就没敢锁门 那你跟妈打个招呼 你不能等她回来再走啊 我是想去接孔正放学 怕来不及了 我走得慢 那妈出门前 你怎么不说 连个条也不给妈留 留什么条啊 我哪认字嘛 看我妈传呢 还会赶紧把她抱上去 路上我还问我妈半天呢 我是想带孔正 来看看咱们的热身赛 对 七点 孔正 快给您奶打个电话 别让她再着急了 打过了 孔正一出学校校门 我们就打了 往后出门 把手机带上 还不是跟你一样 带着手机也想不起打开 妈真的急坏了 在这之前 我的心一直是飘忽不定的 根本不敢想象 跟你分开 不再看到你 我是不是能撑下去 其实 在感情上我是最自私的 在内心深处想的 只是自己的需要 三十几年前是这样 现在 还是这样 我不配做林倩的兄弟 林倩 真的比我冲高 可是我又一次伤害了她 今天上午我还说 就算跟你离了婚 我也不考虑跟她在一起 我看得出 她眼睛里有迷茫 有失望 可是我们要给她一丝安慰 我以为 我会跟你离开 所以才这样说的 我想 我将来总归会跟她在一起 她不会真的在乎 我说的每一句话 就算伤心 也会很快过去的 她习惯我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欺负她 我所有的怨气 不满 啰嗦 我全都对她讲 甚至 我故意找她的毛病 她说 她说 她全都接受 可我没想到她现在 她 她再也没有力气了 她这样一定是我 是我气得的 我错了 我想弥补 我对不起 可是我没想到她现在 我还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 她 不许 不许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是我伤害了你们两个人 是我不合 是我不合 求求他 谢谢 谢谢 清家 吃完饭呢 你把这几个门都上上油 我那个头耳也上不去 蹬个凳儿脑子还迷糊 这油我可不能上 你成天啊 偷听人家两口子说话 还不让东南有个准备 这事人也知道 忘了 我啥时候把门关严 时候睡过觉 早些啊 在钢厂边门怕 你那屋那灯啊 贼亮贼亮的 门一开 全屋都亮的 人家是东南哪 看我做一辈子棉活了 眼神不行了 又怕磕了碰了 我 东南给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东南他爸一走啊 你就成宿成宿地开着灯 俩眼瞪着那灯泡 就想啊 见个亮 不敢往黑处里去 东南啊 怕你把眼睛瞪坏了 就给你屋啊 换了一个刺眼的大灯泡 让你一瞪啊 就得闭眼睛 这一来二去的 也就能让你睡上个觉啊 是啊 早先东南他爸没走那会儿啊 我还真没讲着咋地 这人真走了 一时半会儿还真缓不过这劲儿 就叫着 啥啥都对不住他 啥事都想起来 一样 四平他妈走的那天 我就差往肠子里 运缸在铁轨上铺了 跟我一辈子 没想过福 对人家啥关照也没有 净过这自己成能 七二年 我去外厂献技术 人家送我一辆永久自行车 那会儿金贵啊 是 买那东西得要票 四平他妈劝我啊 把他卖了换俩钱 这都把我气得 几天没跟人说话 可人家还小造照样给我坐着 那时候我哪知道 家里困难的 连给四平买个鸡蛋 喝个牛奶的钱都没了 更别说他妈能吃苦啥了 更别说他妈能吃苦啥了 你说 我算个啥男人哪 整天就知道自己在外头显摆蹦荡 把老婆孩子弄得 走得走 病得病 亲家 你现在就是把肠子毁清了 别啥事不顶了 要不我咋老盯着东南他俩口子呢 生怕他俩这辈子过不完整 生怕他俩这辈子过不完整 现在不仔细着过 等哪天人真快走了再想起来 啥都不敢探了 我跟东南他爸呀 过的就算仔细了 想想还揪着那心呢 人这心呢 没多大 就那么几十年 这儿 稳当的 能把一个人装好了 就不白活 要不说 思平能摊上你这么个婆婆 可是享福了 就连我这个当爸的 死了 眼睛也能闭得好好的了 摊上我没用 他得把东南装好了 和国际组织分别在这里建起来 自己的专题展示 博芝 博芝 看好了 请他们过来吧 他们还愿我请啊 特别是林谦 我要等德宝做好我的那道菜 我才过去 德宝说你的菜要留到最后座 怕凉了 说你不喜欢吃太冷的菜 上桌吧 嗯 德宝的厨艺真的很好啊 看着就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 太了不起了 嗯 真是上天赐给婷语的宝贝啊 善良的人终归会有好结果的 嗯 也许将来德宝啊 比顺坤还要有出息 唉 这么好的手艺 难怪 博芝躺在医院都不安定呢 说吃什么都不香 是 德宝的了不起 可不是一般孩子比得了的 从小做事就用心 对人就更用心了 还是婷语知道我 她篡改的离婚协议书上 德宝就在我的名下 离婚了还牵挂着我 怎么样 你还得自认不行吗 认输吧 德宝园的国际馆主体建筑 以郁郁村村的山林作为背景 别臭美了 什么篡改 那个协议书多少天前 就是我帮你拟好的 字还是我替你签着呢 看你这么好吃 德宝又在这住得挺习惯 将来她还要娶妻生子 你要看孙子 加拿大你是不可能去了 你退休在家也无聊 不如照顾照顾他们 一想干脆连房子带人 都放在你名下了 到底是兄弟啊 不过啊 也没打算就让你一个人吃 我对面的房子一到期 我跟婷语和你 这里就是邻居了 德宝啊 是婷语保护来的 她从小到大 都是婷语照顾她 呵护她 我带她出去的次数 都要比你多 你想想她会骗着谁 我们这是安慰你 是吗 本来啊 倒也没这么打算 想让你远远地 在这儿住你公安局的房子里 少见面最好 免得相互看见了不舒服 你不舒服了倒没什么 反正退休了 在家也没事儿 我们还要上班呢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不舒服的 我现在看你还很舒服啊 尽管你和婷语又在一起了 我不是跟三十二年前 一样地看你吗 你不要这么居高临下的 我跟婷语和你跟婷语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 三十二年前是这样 今天还是这样 我们相爱相互牵挂 才在一起不分开 你别自作多情了 那只是你的感觉 包括说我居高临下 我就居高临下看你怎么了 我有这个权利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 你只允许自己居高临下 看不得别人对你的俯视 说老实话 我已经俯视你很多年了 你也不觉得你还好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先不要再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你都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你不能过来 你也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到底在想起来 你这父亲 有心不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刘总 没想到你这么有童心 你怎么会想到做游乐园的 我喜欢孩子 我很久很久没这样了 你真的觉得我这种状态 孩子会喜欢吗 一定喜欢 再自然一些就更好了 我是不是有点做天真状了 特假吧 那倒没有 因为你本身就很纯情 其实就是你现在这样最好 我还是有点不自信 毕竟我是结了婚的人 哪还有那么多纯真了 刘总 我看你还是去大学里找找吧 看看 你刚才还很有信心呢 还说要给所有这些孩子的老师们 打造一个最可亲的形象 我刚提醒一句 你就想退缩了 庄丽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你的眼神 真的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片蓝天 我为什么在拍卖会上 连续买了你三件作品 尽管都是艳品 作者也并不著名 就是因为你这双眼睛 那些作品也就有了价值 你这话说得有点虚假 我该回家了 我回去想想再答复你吧 你还是现在就答复他吧 回家再想想 刘总可能等不及 不然我的创意还没出来 他就迫不及待的 带你来看他的这些产品了 是去希尔顿吃过饭了 还是正准备去 我老婆虽然纯真 但不是没有思想 你的产品 凭你 真的能卷给那些孤儿吗 哥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是来祝福他们的 要开开心心的啊 他开心 我不开心哪 你没看见我们刚进来 他那副面孔 干嘛呀 把我们当犯人呢 有个像模样 对他就这么难 告诉你 陈伯枝 你没资格给我们这张脸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不该来呀 就那么几件睡衣枕头 新路为你抱过来拿过去的 你有一句谢谢吗 就算新路对你怀有一丝愿望 希望假如你跟婷语分开了 他能跟你和儿子在一起 不管你是什么想法 很可能不合你的愿望 那你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陈伯枝 你仔细想一想 新路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 他为你在那边整理房间 一切都是从无到有 我就说了一句 你喜欢绿色植物 他第二天就跑到植物园 拉去了一汽车 摆满了那边的阳台 为了给你买一床舒服的被子 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地方 就那样还让我盖上去试试 就怕你睡着不舒服 我是他哥哥 你问问他 他对我有过这样吗 多少天前 他就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了 我想象得出 他可能哭过无数次 可是他在你面前 流露过自己的伤心吗 他不但没有 还一直在安慰你 一丝不苟地跟你整理那个家 可刚才 他把钥匙还给你的时候 你随随便便就扔在茶锦上 连再看他一眼都没有 他想说句祝福的话 你都不给他机会 一头钻进厨房 半天不出来 他只能站在那儿 跟我笑笑 你想过他的感受吗 你尊重他吗 就算你也不去住了 可你总得想想 新路为这把钥匙 所付出的心血吧 你知道我当时 把这把钥匙 交到他手里的时候 他说什么吗 他要用心血 为你安这个家 你懂得什么是心疼吗 新路是我妹妹 你以为所有的人 都是欠你的吗 哥 一切都过去了 你刚才还说来 祝福他们呢 路上还一直逗我笑 你为什么又要这样啊 你知道 你生气会上身体的 别再说了 新路 让他说 爷 咱们好像不少了 咱们进去吧 再等会儿吧 小波 我知道你很生气 现在想想 我也觉得有点后悔 不该这么草事地跟他去 起码应该给你 先打个电话 你用不着给我打电话 我早说过 尽管你是我老婆 在生活以外的事 我不参与任何意见 一切都由你自己处理 除非你非要问我 我是打算回家跟你商量的 因为这件事 对我太陌生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了 还跟他跑过去 你知道我为了找你 跑了多少个地方吗 这里所有的酒店 我都找遍了 我都找遍了 庄丽 我原来以为 你真是一个喜欢过平静生活的 贤妻良母 现在看你 比我还经不住诱惑 这怎么算诱惑了 就算诱惑 也是因为他说要请我做形象代言 而且是给孩子们 还有那些孤儿 孝伯 我不许你这样肆意攻击我 我早上就说过了 我们不是一路人 赶快分开吧 离就离 你不要这么生气凌人 你这种面孔 我已经看够了 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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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璐爷 你要什么 洗个杯子过来 新鲁 得宝不可以喝酒 喝一口问题不大 有一口就第二口 不能喝 得宝 你新鲁阿姨啊 是想让你也喝一口 和叔叔今天出院回家 庆贺一下 得宝 舔一下就好了 嗯 知道 祝贺叔叔院 叔回咱家 过马路离真心横到二十米 看见绿灯我就不抢了 我胖 我跑得慢 等下一个绿灯 以后姨就指望我了 还有叔 姨 我忘了 医生说我不能喝酒 下回不喝了 去玩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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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倩 来 来 林倩 医生说我也不能喝酒 那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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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倩 我们把气氛缓和吧 都这么多年了 大家还能这样聚在一起 很不容易了 其实这话 我应该说给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 最不懂得珍惜的人 亲情 爱情 友情 我都不懂 不到婷宇要跟我离婚 不到刚才林谦那么骂我 我不知道傻眼 还自以为是 你们是我的亲人 原谅我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三十几年前 林谦不是一次次地救我 如果不是你坚持 从救护车 直接抬到手术室手术 不然 今天这个座位上 也就没有我了 这几十年 我享受的酸甜苦乐 和亲情给我带来的温暖 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给了我生命 对了 我好像从来没有正式谢过你 哥 谢谢你 还有 你不但救了我的命 又给我带来了婷宇 说心里话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婷宇像天使一样 不断在我眼前晃动 特别是在我昏迷懒得睁眼的时候 好像只要有她的身影出现 我都不会错过睁开眼睛 你说我没出息 我还开玩笑地跟你说 现在爱情的力量超过我们的兄弟情了 其实不是玩笑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跟我一样那么看重挺你 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才明白 本来这次想让你圆了这个梦 可是最后我还是做不到 我自私 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兄弟 可几十年都过来了 不配我也要重做 对婷宇你放心 我现在知道了 怎么来呵护她 你刚才故意气我 冲我发火 其实我心里全明白 你虽然从心里不想看见 我对你有愧疚感 可是真的没有了 你心里又不平衡了 我已经不知所措地钻进了厨房 你还不满足 我出来 你一直坐在沙发上 假装看电视 其实你根本就没看进去 你是有心事 担心挺你 怕你哪天真的人走了 没人再听她啰嗦 挺你的痛苦 没地方释放 我听 只要她说 我都听 我都听不懂的 你评论 走 走 我跳上要跑 跑跑 好 你们去拿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爱她 特别是她让我请你们过来坐的时候 你心里头很不舒服 要是我 会更不舒服 但你把婷宇理解错了 今天下午 她知道你的身体情况以后 悲痛欲绝 几十年都没见她这么伤心过 还自责自己是她气的你 而且让我明天还要去办手续 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马上要去找你 从此不再回这个家 还向我保证 她会让你快乐 陪在你身边 还呵护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替你拒绝了 我告诉她 这样的情感你不会接受 因为你把关怀和爱分得很清楚 你不会因为她的冲动 就接受她 你不会假装 你太矫情 她去了 你会更痛苦 对吧 但你把婷宇理解错了 今天下午 她知道你的身体情况以后 而且让我明天还要去办手续 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我替你拒绝了 我告诉她 这样的情感你不会接受 因为你把关怀和爱分得很清楚 她去了 你会更痛苦 对吧 其实我想要的 你全说了 就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 这一点博之 应该很明白 因为她死过几次了 其实人 真的知道自己快走的时候 根本不觉得死可怕 最担心的是周围的人 看着她可怕 为什么那些临终的病人 敢把遗言留给我 就是因为我看她不可怕 她会很清醒地跟我讲每一句话 然后很欣慰地离开 她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不是她最爱最亲近的人 谁都不希望自己在亲人的恐惧中离去 当年博之 为什么拼命呢 去追求婷宇 她就是不希望别人看她 是个生命垂危的人 她拼命也要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是和常人一样的 所以说 你们别让我看着那么可怕 我也会像当年博之一样 昏过去还会再醒来 尽管我没有博之的福气 看不到婷宇这样的白衣天使 但我有你们出现 笑着出现 我一样会睁开眼睛 博之 你也别太得意 如果哪天婷宇再去找我啰嗦的话 我一样要把婷宇夺走 那你也走不远 不就是对面吗 好 既然大家都开心 我提议吃完饭之后 我们在这里跳跳舞 释放一下这些天的压抑 好吗 那好啊 刚好我真想学跳舞 你教的 我看还是改天吧 今天大家 不改天 我再自以为是一次 回来了 饿了吧 小夫刚来电话 说你还没吃饭 让我给你做点 你可口的饭菜 去 洗个手快吃吧 他来电话 你给他打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今天就离婚 庄丽 这话可不能老挂在嘴边上 小波是有毛病 脾气倔 他也跟你说了 他打小 是受人家歧视 长到今天 他心态不如你正常 可他对你那感情 不能说是百分之一千吧 至少也得是七八百了 他还七八百呢 他现在跟结婚前 完全两样了 从天他哪儿舍得 让我一个人回来 就算我说得再过分 他都乖乖地跟在我身后 现在他拿我无所谓了 好啊 接我我们离了婚 你要我就找那个帅哥去 你快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 好好好 让他回来 让他回来 就要是不回来 你要就别想他看见我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订阅上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个记者被打电话已关机 他肯定是去找那个孟丹了 他想报复我 是在这一本身的电话已关机 你会在那边 谁被打电话已关机 如果对不起 我可以看我 你不想要 但是我可以看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可以看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可以看我 都快躺两个小时了 还是那么脆弱 我一直在后面看着你们 原来你跟庄丽也并不幸福 我幸福不幸福跟你有什么关系 谁让你跟着我的 那个刘彤所谓的大老板 小波你太神经质了 这么下去再好的女孩都会离开你的 其实我一直看着呢 人家刘彤并没有怎么着你们家庄丽 说的都是业务上的事 就算是说了几句欣赏她的话 那又怎么了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从前我们恋爱 看见漂亮的女孩 你不是也要多看上几眼吗 我说什么吧 对庄丽不一样 自从我认识她以后 就再没多看谁一眼 不然 我们也不会这么快结婚 我自以为她跟我一样 想不到的是 其实所有女人都差不多 只要看到诱惑 就会眉开眼笑 结婚真没劲 那好吧 赶紧离吧 说心里话小波 原来我一直后悔跟你分手 总是惦记你 老想着那会儿你对我的好 特别是那会儿天冷 我们没有地方去 就坐在大街上 你恨不得把全部的衣服 都脱下来给我取暖 暖我的脚 现在想想 还是那么温暖 不过 我现在不后悔了 而且我还很庆幸 跟你分开 我不觉得自己内疚 我想追求 轻松快乐的生活 我有什么错 更何况 你也没那么在乎我 就算在乎 我离开也是对的 你太喜欢虐待生活了 好像只有过苦日子 才能成为真正相爱的夫妻 我和庄丽过的不是苦日子 你用不着这么鄙视我们 你赶快走吧 可能那个刘彤对你这样 会不以为然 但我不喜欢 我说过了 我不想被人误会 刘彤这个人 对我的什么事都不会误会 好像也不懂得吃醋 所以小波 我对他 心里并不是那么踏实 是 Libr sheet 睡觉 在 VA 博之 你会跳舞啊 你以为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 就没有浪漫情怀 每天只能生活在案卷里 只不过我们学院的女生 没有医学院的女生多 我经常要提前两周 去预约女生 可是跟了婷宇以后 没机会了 那个时候你应该约我 我过去陪你跳 那不行 你哥肯定会打我 林谦 对不起 今天我还跟你说过 我会得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你现在的责任 就是要自己开心 天宇 你一定以为 这三十几年 在我心里守候的 只是对你的感情和牵挂 博之 心路包括我 也都当成了真实的故事 现在仔细想想 也就是个故事 我又不是圣灭 我又不是圣人 怎么可能三十几年 没有过感情的波澜 也曾为一两个女孩痛苦过 只是 时间很短 很快就过去了 其中有一个 是在我们医院的舞会上认识的 你好像说过 孙小莲 长得 还很像我 对 我跟她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很像你 我是担心今后 把对你和对她的感情 混在一起生活 这样对她不公平 只好分手 嘿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加拿大跑到乡下路通那么远 小孩子一定不会适应的 可他 他回来没多久我们 您的心血 您的心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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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奖牌不能成为你们真正的荣誉 但你们一定会感受到为国争光的心情 也让你们孔教练回顾一下当年的威武 来 颜安 我们给他们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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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组成我们心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辽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过去 划出最后的头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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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隐形 冒着天地跑过 前进 冒着天地跑过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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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看大家还是不够开心 德宝 换一段最欢快的音乐 灵妾 怎么了 头晕还是腿软啊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累了 没有 可能刚才跟你说了实话 有些心虚 不太仔细 那就到书房坐一会儿吧 不用 不知在提醒我们要开心一点 过去吧 温宝 德宝 一起来跳 来啊 欸 不为我 爱你 不为我 不为我 无痛快 不为我 我不为我 不为我 不为我 无疯 好 众丽 姐求你了 别走 不行 结婚刚一年她就这么欺负人 她把从前说的话全忘了 她忘 我没忘 你问问她 她是怎么跟我爸妈海誓山盟的 不然 他们根本不可能让我跟她到这儿来 结婚那天 她把我爸妈欺骗的 多少人都羡慕他们 找了个好女婿 是啊 你这么回去了 你爸妈得有多伤心 还真以为小郭对你怎么一样了 真的辜负了他们 她这样还不算辜负他们 那么黑的街上 她就能狠心让我一个人回来 她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我真后悔跟她结婚 我也应该多谈几次恋爱 我什么经验都没有 庄丽 姐不是跟你说了吗 小郭刚才是看着你打上车 才给我打的电话 她怎么可能 狠心让你一个人走呢 再说了 就以这点事能说离就离吗 你真就能舍得下小波 你要真就能舍得下 姐还挺佩服你的 我刚结婚也和你一样 没几个月就开始闹腾 虽说我们家没啥条件 长相也不如你 可就是搅着委屈 闹得我们家石头 多少回想揍我 最后人家真跟我提出离了 说完人就走了 二十几天没见着人影 结果 我 这二十几天 我就像过了二十几年 头天晚上还算过得去 后来就 每天想 每天想的 都是石头的好 那会儿才叫着依靠梅了 本来自己设想着 跟她分了就自由了 谁成想 惦记她 都不是自由那点事 庆家 还得紧着上啊 别等东南他们回来看去 这可不是紧着上的事 你看看你这合影 让秀忽的 让秀忽的 连螺丝眼都找不着了 不把油吃透了 照样 动静小不了 那还整啥呀 看 就让他们看见吧 让他们也明白明白 咱老俩呀 为他们 把啥心思都用不着了 东南啥事不明白呀 十几年前他就知道 我开始过去偷听了 昨儿黑去 还拿我这事当乐子家呢 让我改 他咋不改呀 东南没毛病 是思平啊 矫情得太厉害了 今儿 你风风火火地上车摊 不是找他才怪了 太不让人省心了 准又是不放心东南 奔体工队找去了 你呢呢 干净的 清洗的 干净的 清洗的 干净的 清洗的 睡大觉 做好梦 做好梦 离近点儿 看店 这个 可苑不着思平 你都可以 说你指ав 你说说思平得着病 高隋身上第一个盘算的 就是东南这个家 东南他爸得病那会儿 也这样 成天家话里话外的嘱咐 一定要把东南带好 别让孩子受委屈 我明白他这是啥意思 就是怕我改嫁 那还是文化人呢 后来这恋事也追认上了 啥人这事也不能讲风格 思平这孩子心眼子本来就不宽敞 一接一按的电话 我就听思平的口气 张口闭口的准是东南 听思平跟我学了 他为啥把那对象吹了 就是想要找个东南这样 你说他多不着调 他明明知道思平得着这病 他就是不得着病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初为啥哭着喊着 要往体工对调 就是不放心东南 没出息 这阵子就更不争气了 咱呢 也别怪人家那闺女 准时思平 让人家每天打电话汇报 那就是想探探人家心里 对东南的印象 老闺女我知道 知道了 有啥法 那他汇报 就不能说说东南的不是 非得忘好了说 人家东南 没啥不是 再说了 那闺女咋知道 思平心里是啥想法啊 自己作吧 等哪天 把东南闹腾极了 我看他咋办 那不能说 自己得了病 啥都有理了 你看 今天把你急得 脸通红 他要是在我跟前 我揍他俩挖掌 那还算轻的呢 你可不敢啊 人思平早就是 我们老孔家的人了 你打他 那就是抽我们老孔家人的脸呢 人家思平啊 人家思平啊 是看我没带钥匙 才没锁那门 你放心 我给那闺女打电话说了 往后不许跟思平说东南的事 啥事也不许说 啥 这话你不能说 你这一说啊 那闺女兴许把东南 还真往心里合计了 这边本来没啥事 本来没啥事 这非得整出点事如行 奶奶 今儿我卖了 这太了不起了 老爷 是不是修车的人少了 油没地上了 你老爷 这是为你奶服务呢 是 这门哪 一开一关 声音太大 你妈有病 怕养不安上 我以为谁家的门都这声呢 老爷 您也是早上啊 让我听了这么多年 你爸听的 可比你年头多 妈 东南 你摸摸的盆里水 我就没听你放那凉水管子 再把四瓶烫着 庄丽 咱女人一旦结了婚 肯定是比男人拿不起放不下 尤其是你们俩 尤其是你们俩 这我看见了 好的时候快成一个人了 回来就往你们的屋里钻 你要是真走出这步 他要在死倦步找你 这可不是在一个屋里分个剧 谁想谁了就能合到一块 我说了 等他千万协议书 我就走 我才不会像你那么没志气呢 明知道人家不在乎你 不爱你了 还要在一起 我去找真正在乎我 爱我的人 要说这日子啊 跟谁过都是一样 过惯了真想分开 不容易 刘宝太医 你也知道 常来的那个林先生吧 就是咱的房东 那还算俩人有点基础呢 到了 咋了 都上离婚处了 一种真格的 还是立不成 最后舍不得的 还是德宝太医 德宝过来还跟我说 咱这房子 能一直住下去了 庄理 姐也替你们盘算好了 虽说能住 可咱不能老租人家的房 过一阵子 姐带你去外头 选个好房买下来 石头今儿啊 把信用卡也给我送过来了 年底还有 给个首付够了 你带别人去选吧 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 那个孟丹 原来就嫌小波没钱 现在有钱了 我看小波更合适他 这伙儿两人 肯定在一块儿呢 小波 快点儿吧 你犯的错误 快自己弥补吧 不然人家装你真的要走了 看委屈的 都收拾好了 快签字吧 签完了我走 行 我签 庄理 我们夫妻一场 我得说一句 你将来无论找谁 都别再耍性子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地承受你 因为我太爱你了才能这样 其实我也觉得累了 其实我也觉得累了 庄理 庄理 真走啊 真走 你舍得 舍得 你不是累了吗 我让你彻底轻松 庄理 你舍得 我舍不得 你舍得 我舍不得 就算我累死 也不会让你离开的 你是我的宝贝 最最亲的宝贝 我们的舍不得 这么晚还要出去啊 对 到火车站去 又换眼丹回来 孟得刚来电话 她十点半从又天赶回来 我去接她 听她电话里的口气 有没有希望 我没敢问 不过听她电话里的口气 倒很兴奋 说自己跑了十二个地方 她把这两天那里 所有跟林谦的血腥 有些接近的人的化验结果 都带过来了 要明天一早 拿医院去 跟林谦的血腥对照 林谦的主治大夫和李主任 都答应我了 我随时送去 他们随时工作 绝对不会因为他们 影响到跟林谦做配型 估计明天上午就会有结果 要是靠近的话 他们还要到这里再检查 是 是 是 我知道不那么容易 我说了 我死 也不能让林谦死 放心 安心休息 你最近瘦了很多 对不起 回来保证替你啰嗦 辛苦你了 这叫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 多晚我都回来 叔叔话远述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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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